好 我們知道 因為地球自轉軸沒有垂直黃道面 歪了23.5度 所以地球公轉一周 陽光直射的位置會不同 那怎樣 會怎樣 會造成影子會變長或者是變短 影子會變長或變短 那你大家要曉得 越直射影子就怎樣 越短 越斜射影子就會越長 一天當中 誰最直射 正午 所以一天當中 什麼時候已經最短 正午的影子會最短 因為它最直射 可是每一天的中午都不一樣 每天的正午都不一樣 所以每一天都不一樣 夏至的影子會最短 冬至的影子會最長 我們寫的是正午 夏至正午 影子最短 冬至正午 影子最長 來來來來 我小時候 我小學的時候 老師告訴我 人在中午的時候沒有影子 我就看 我怎麼看 我都有影子 請問你 陽光直射就沒有影子 對不對 陽光直射 正午直射就沒有影子嘛 在腳底板嘛 請問你 台北人有沒有機會陽光直射 沒有啊 所以我們中午 台北人一定怎樣 一定有影子啊 誰才有機會沒有影子 加一 北迴歸線 很好 請問你 他一年當中有幾次機會沒有影子 幾次機會 一次 哪一次 夏至那一夜 很好 那請問 高雄人一年有幾次機會 中午沒有影子 高雄人一年有幾次機會 中午沒有影子 一次 不是 兩次 春分在吃到 夏至在北迴歸線 高雄人在中間 對不對 所以從春分到夏至有一次 對不對 從夏至到秋分還有一次 所以高雄人有幾次機會 兩次 所以這句話 冬至影子最長 對台灣人一定對 因為冬至陽光在南迴歸線 對台灣人一定最邪射 一定對 可是夏至最短 有沒有一定對 沒有 夏至只用在什麼時候 只用在北迴歸線跟北迴歸線 以北 以南不能用 以南不能用 考試如果呼嚨的講 台灣什麼時候都該影最短 夏至 可是如果考你高雄是不是夏至啊 就不是囉 聽懂嗎 我如果有指名 我在考淡水 我在考嘉義 我在考台南 就不一定是夏至最短喔 聽懂嗎 OK 影子的題目很多種考版 比如說考同一個時間 不同地點 誰的影子最長 考同一個地點 不同時間 誰的影子最長或最短 諸如此類的 舉例 今天 今天 1月6號 7號 1月7號 剛剛過 東四沒多久 對不對 好 來 三個地方 東京 台北 馬尼亞 這三個地方 誰的中午 影子最短 誰的中午 影子最短 請問你 這三個地方 誰的中午 影子最短 找一位 可愛大帥哥 有嗎 帥哥 有沒有帥哥難 35 35號 誰 舉例 今天 東京 台北 馬尼亞 三個地方 誰的影子最短 中午 蛤 馬尼亞 請坐 答案 馬尼亞 為什麼 因為他最南邊嘛 現在照在南半球 對不對 越靠南邊 就越直射嘛 OK 好 來 再來問一個問題 大家人 台北啊 北北25度啊 北北25度 好 1月1號 4月1號 7月1號 10月1號 什麼時候 台北的中午 影子最短 誰的中午 影子最短 停車戰界問 誰的中午 影子最短呢 這位可愛 有沒有可愛小女生 有 9號 9號 誰 1月1號 4月1號 7月1號 10月1號 不會喔 請坐 答案叫做 7月1號 為什麼 7月1號最靠近什麼 下次 陽光直射位置最北 所以對我們而言 陽光最直射 還有題目 學生考過 我換個方法考 但是意思一樣 請問你啊 請問你啊 冬至這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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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冬至10度 北尾20度 北尾50度 北尾70度 誰的影子最長 冬至這一天 冬至這一天 北尾10度 北尾30度 北尾50度 北尾70度 誰的影子最長 冬至最長 這題類似題學測考過 我只是出的跟他寫的不一樣而已 誰的影子最長啊 答案叫做 可愛的叫做 33號 若人 70度很好 請坐下 答案叫做 50度 為什麼 啊 70度最選啊 最邪射啊 對 70度最邪射 但你馬上就知道了 70度那個時候在泳業 根本就沒有影子 根本就沒有影子 所以答案叫做 50度 這題學測考過 這題學測考過 不是那個最邪射的地方 因為最邪射的地方 他在泳業 根本就沒有影子 剛一點的地方還有一個變化就是 考你偏南或偏北 就是誰的影子最長且偏南 要表達什麼意思 他還要在北邊 所以多個條件 注意一下 就是會造成影子長短的變化 對陽光直射的位置不同 造成乾影的長短有變化 請你把上面的東西記下來 了解一下 越直射影子會越短 越斜射影子會越長 OK嗎 OK